说完了欧洲区的分布之后的话 说一下亚洲区 亚洲区的话 它的房产主要集中在这一片 因为这边还有一个机场 这个机场主要是非国内航班的 伊斯坦布尔有三个机场 注意啊 有三个机场 这个挺用了 这个还在用 主要非机内航班 这个是非国际航线 那么整个这个城市人口最密集的 基本上就是我画圈的这个部分 这就是它人口最密集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圈子 那么在这个城市里面的话 目前生活着1600万的人口 在一个世界级城市 160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 整个这边片区的平均房价的话 是2000美金 注意啊 2000美金的平均房价 这是在伊斯坦布尔 对吧 被誉为欧亚千年之都的一个城市 拿破仑曾经说过 就世界如果是个国家的话 它的首都就在伊斯坦布尔 那么我们可想而知 这个国家总共8000多万人口 它的人均GDP跟中国是一样的 中国跟它的人均GDP持平 而在它的最大的这个世界性城市 它的房价才 我就按目前的美金 6.7算好吧 6.7乘以一个2000 13400人民币一平米 这是这个城市的均价 相比起我们的北上广深来说的话 便宜到对吧 就是尘埃里的一个价格了 而且的话呢 那最最最最贵的呃 这些个豪华楼盘 比如说皮加利帕萨呀 还有这个波莫提呀 还包括一些海边的房子 呃 本地最贵的豪宅也才四五千美金 就撑死了啊 5000美金就已经可以买到很好的房子了 那我们5000美金乘以一个6.7的话是多少 五七三十五五六三十三万三千五 对吧 三万多能买到本地最最最最豪华的住宅 我们说一下上海的汤城一品 深圳的深圳湾一号 都是超20万均价每平米的房子 而在一个对吧 亚欧 对吧 跌涨 然后又有海景的这么一个城市 才三万多的这个房价 我暂且不论它升值与否啊 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 呃 土耳其的房子呢 虽然说每年升 但是因为里拉跌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所以等于没升没跌啊 就看着世界房价增幅 它是一直在涨 对吧 那因为它要跑赢通胀嘛 但你的里拉贬值的话 导致了它呃 真正的用美金计价的话 其实是没有涨多少 但是即便如此 我们不看它涨涨跌与否 光看它的实际价值 因为你只有流通的时候 你的价格才有用 你不流通的话 你单纯就是看它的实际的价值是什么 你要有人住嘛 对吧 有没有人住啊 一千六百万人口 对吧 然后呃 本地的收入跟跟中国怎么样 跟中国是差不多的 对吧 因为平均的GDP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还有很多俄罗斯的投资商啊 德国的这些呃 就土耳其裔啊 就早早年移民德国的这些 然后包括周边几个国家的新移民 会涌向这个伊斯坦布尔 因为在整个中东片区来说的话 他们心目中就是两大主要城市 一个是迪拜 一个是伊斯坦布尔 对吧 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什么 伊拉克呀 叙利亚呀 伊朗啊 这样的一些地方的居民的话 他们会觉得这样的地方太棒了 对吧 包括北面的黑黑海之滨的这些个国家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对吧 还有这个南萨夫分裂出来的七个国家 他们都觉得这个地方是很棒的呀 他们的小孩在高中毕业之后 留学的首选就是这个地方 对吧 离家境嘛 国家这个好大学也多呀 那么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在这个地方 对吧 穆罕默德尔什什么什么大学在这里 好几个这种不错的这个学校 都是在这一块的 而周围国家来的这一些小朋友 他在大学毕业之后 绝对不会想回去的 对吧 伊斯坦布尔这么一个花花世界 我要再回到德黑兰吗 我要再回坎大哈吗 我要再回这个 对吧 巴格达吗 不 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 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份工作 并且定居下来 这个就特别像我们的云贵川去上海 然后上海毕了 也就像在上海落户一样 这就是想法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的年轻人 跟真正的劳动力人口 每年还是在增多的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他们的房价就这个中位数 你会觉得它的价值不值吗 我觉得我们老家对吧 湖南随便哪个县哪个厢 他可能这个房价都差不多赶上这个数字了 所以从价值投资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边还是很OK的 那么从他的移民身份上来说的话 他也可以有几个很特殊的覆盖人群 因为土耳其并不是一个发达国家 所以他的常规绿卡人群是覆盖不了的 这是他的一个短板 就比如说我想从一个发达国家 完成一个去发达国家 这个身份的跳跃 或者说身份的传承 让我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然后让他们充分的享受当地的自由 这种民主 或者是这些个怎么说呢 工业基础 这里是没有那么好的 但是由于他是一步到位就给你护照 所以你买一个房子 马上就能白送你一本护照 这个护照用处可就多了 对吧 海外开户 完成资本架构的隔离 CIS的规避 然后海外替身的产生 包括他的名字都是可以改的 那么通行的国家也非常多 整个亚洲 几乎所有国家都对他免贴 对吧 韩国 日本 新加坡 这种亚洲发达国家 那么对于一个 如果经常要往来于亚洲出行 或者在亚洲你有很多产业的 这样的一个客人来说的话 他是非常方便的 对吧 我只要离开了中国之后 甚至我只要到了香港 我掏出我的土耳其护照 那我就随便去了 韩国日本我有生意 对吧 泰国我有度假屋 随便去都不用签证 那他的这个功效 还是有一点点效用的 至少比加勒比的那些个护照 我觉得好处还是多一些 因为加勒比 无非就比他多了一个 申根国的免贴 除了申根国之外 加勒比你要住不能住 加勒比你要说他的含金量高 不是大国呀 每个都是岛国 对吧 含金量肯定没有土耳其高 你要说投资价值 加勒比基本上都是捐献 是没有人买房的 因为在那边要买了房 没法交易 那你就等于扔在那锁死了 对吧 那至少这边的房产的成交率 我们每个月看 土耳其统计局的数据 还是不错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 土耳其就变成了一个 很多生意人 比如说要频繁在亚洲往来 又或者想完成一部分的资本隔离 顺便拿一个护身符 对吧 万一以后我们有什么战争的风险 政治的风险 我们还有一个第二家园 对吧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有房子 而伊斯坦布尔又是一个能住得下的一个地方 比那些海岛 至少有多一些的这个医疗资源 教育资源等等 国际学校一些都还不错 那 所以总的来说呢 它的适应人群应该会比价比会多一些 这个是我想给大家阐述的 就是整个土耳其的 特别是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的一个投资价值 那么今天的话呢 先说这么多 我们小回再见